为期四天由县福文化局主办的传统手工制茶 陈茂存保存者传习班 日前也正式举办结业式 本次课程带领学员学习传统民间补充茶制茶工序 透过每一个步骤的实作过程 学会手工制茶的药领 希望学员都能够在这次课程当中增进自我 其实我们希望透过学习 让学生知道说 其实传统手工制茶不是只是单纯的用机械制茶的这样的原理 那手作的精神是在于说 你如何跟你的茶精原料产生连结 所以在这个传统知识当中 最重要的就是如何看茶做茶 将你自己的一个本身的知识性 可以透过身体的脉络 然后了解到说制茶的一个精神 民间补充茶 那个手工制茶的那个传习计划 那是为了要让这个传统知识实践的民间补充茶 可以培育手工制茶的那个人才 希望透过这一个研洗的课程 可以让手工制茶 这个传统知识实践可以传承下去 先议员神述证则表示 民间补充茶是非常知名 就手工制茶的方式更是独特 非常感谢县府文化局的重视 特别举办此次围棋四天的传习班 以达到传承的目的 也希望未来县府文化局能够与观光处共同合作 将传统记忆及农特产拿入其中 发展成一个深度旅游的景点 全台湾的人如果提到茶叶一定会想到是我们南投松柏林的茶叶 不过在最早呢我们其实最传统而且最有历史远远的是我们民间山上的浦中茶 那非常开心我们南投县文化局有重视到传统记忆的这一块 所以呢将这个浦中茶的一个制作过程呢 再重新的还原并且来进行传承 那在这边呢我也希望我们南投县政府的观光处 可以跟我们的文化局多合作 把这样子的一个传统记忆 还有我们在地农特产呢发展成一个非常具有深度文化的一个旅游景点跟一个方式 县福文化局自110年度起开始办理传统手工制茶传席课程 与房间的制茶课程有明显的差异 房间的课程大多都是透过机器来制茶 但县福办理的传席班 则是教导学员从头学习传统手工制茶的工序 希望让学员真正了解各项工序的原理及知识 并达到传承的目的 记者是中文军民间采访报道